大家好,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。 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,将来找个好老公,一样能改变命运。 可萧远是男孩,没钱读书她这一辈子就只能困在这穷山沟里。 念念,你是不是妈的好孩子? 这番话和我前世听到的一模一样。 萧叔两年前去世了,萧远又从小就没妈。 这两年,我妈恨不得把萧远接到我们家来养。 家里有点好吃的,全都送到萧远那去了。 前世的我听到这番话之后就有些犹豫了,但没有立刻答应。 我真的很想上学。 我妈当时眼含热泪,一副对我失望透顶的样子。 赵念,你太自私了。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,就因为我妈这句话,前世的我害怕了,怕我妈真的对我失望,不要我了。 所以我一口答应,我不上学了。 我妈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顶。 念念乖,这才是妈的好孩子。 然后她就拿着我的学费,兴高采烈地给萧远送去了。 萧远拿着这笔钱上了大学,而我高中都没毕业就没钱念了。 只能出去打工。 厂妹,宝洁,我的人生看不到一点希望。 而萧远上了大学,一毕业就被迁入大公司。 后来更是自己开公司,功成名就,事业也是飞黄腾达。 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我妈曾经和萧叔有过一段。 我妈甚至还逼着我嫁给萧远。 被道德绑架后的萧远没办法,只能点头娶了我。 可我们两个俨然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 她是公司的董事长,我是高中辍学的打工妹。 这种嫌弃渐渐地让萧远不回家了。 后来甚至在外面养了小三。 我那时候正怀着孕,发现她外面有了女人,气得去质问,想要离婚。 换来的是萧远对我拳打脚踢。 她说,姓赵的,我早就受够你了。 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逼啊。 我能娶你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分。 你还敢跟我闹,踹在我肚子上的一脚又一脚,让我没了意识。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,胎死腹中,而我也因为大出血死在了家里。 我死后,我妈抱着我气不成声,说出来的话确实自自诛心。 阿远不过是犯了其他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 你闹什么,你死了就算了,现在连带着阿远的孩子都死了。 我要怎么跟阿远交代啊? 我收起回忆,我妈哭得那叫一个难受。 阿远从小就没了吗? 你消疏还没了? 没爹妈的孩子多惨你能体会到吗? 我压下心底的恨意,愧然一叹,没妈的孩子是很惨。 可是妈,我总不能盼着你死吧? 我妈眼泪一致,抬头看着我,泪湿得牟底满是惊讶。 我握住我妈的手,妈,其实消远没妈挺好的,能够得到你那么多的帮助。 要是我没妈了,别人也一定会这么帮我吧。 现在咱家的钱肯定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,要是你没了,肯定会有人给我送钱让我继续上学。 妈,你连无亲无故的消远都能帮,我是你亲女儿,要不你也帮帮我,我妈整个愣住了。 我一把甩开她的手站起来,怎么? 你不愿意? 你还是我妈吗? 我妈反应过来,只是让你把学费让出去,家里还供你吃供你喝,你上学就是浪费钱。 阿远现在最需要钱,念念啊,做人可不能这么冷血无情。 我凑到我妈耳边,小声问她,妈,你跟我说实话,萧远是不是你和萧叔的孩子? 我妈声音变得有些尖锐,你胡说八道什么呢? 我纳闷,那你为什么对萧远那么好? 宁愿不让自己孩子上学,也要把钱给她送去。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萧远她妈呢? 我妈又用那种失望透顶的眼神看着我。 我真没想到,我李葵花的女儿竟然这么自私,只想着自己,正好这个时候我爸进门。 她哭着迎上去,老三,我对不起你,对不起赵家,把念念教得这么自私。 阿远她没爹没娘,咱们不管的话,她连学都上不起,可念念就是不肯把学费让出来给阿远。 我爸看了我一眼,有黑的脸上表情凝重。 你把钱送出去了,念念拿什么上学,可是念念还有咱俩呀,她就算不上学。 也会活得很好,我爸人虽然老实,但是不于善,她自然不会不让自己的女儿辍学。 虽然她总是沉默寡言,但为了我,为了这个家,多么辛苦她都一声不吭,默默扛下来。 前世的我还觉得和我爸没法交流,对我爸虽然有亲情,但总是亲近不起来。 直到我爸临死前,紧紧抓着我的手,眼里都是不舍和不放心。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,这个男人有多爱我。 他用最虚弱的声音告诉我,他捐血的钱留了一半没给我妈,告诉我藏哪个地方,然后就闭上眼睛了。 我找到那笔钱,最后还是被我妈发现,让她拿走给萧远惠去了。 他说,阿远一个人在外地上大学不容易,他比咱们更需要这笔钱。 每次我妈逼我奉献的时候,我爸都跟我说,我多干点活就行了,钱你别担心。 后来我决定不去上学,一向脾气好的,我爸大发雷霆,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送我去念书。 但他拼命干活拿回来的钱,还是被我妈拿走了。 除了送给萧远,他还把钱分给了村委好吃懒做的老光棍。 我爸自己一个人,难道要养活全村吗? 我压不住心底的怒火,当着我爸的面跟我妈说, 妈,要不你跟我爸离婚,去当萧远他妈吧。 你对萧远比对我还好,要是萧叔还在就好了,你对他肯定比对我爸还好。 妈你的心都在姓萧的家里了,我爸是知道我妈和萧叔以前有过一段的。 听我这么说,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 我妈脸色有些慌乱,老三,你别听念念瞎说,我的心当然还是在咱们家了。 我爸默默出去了。 我妈瞪了我一眼,因为没给萧远弄到钱,她看我的眼神里带着深深的埋怨。 我出去找我爸,看着她的左臂完好无损,我眼眶发热。 前世,我妈不仅逼我退学,还让我爸去献血。 说什么献血有钱拿,其实就是卖血。 针头不干净,结果我爸被感染,左胳膊被截下去了,最后还是没能保住命,死于血液感染。 萧叔死了的时候,我妈还哭了好几天。 可是我爸死了,我妈却只担心,现在家里没人赚钱了,阿远的学费拿不出来,可怎么办? 我抱住我爸,眼泪忍不住往下掉。 这一时,我一定要好好保护最爱我的爸爸。 我爸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,没什么文化,就算在疼爱,我也不会表现出来。 他轻轻推开我,笑了出来,还有些不好意思。 然后走到一边,拿过几颗野草莓给我。 这是我最爱吃的。 每次我爸去地里干活,看到野草莓都摘回来给我。 但即使就这点东西,我爸每次还得偷偷给我。 不然被我妈看到了,她就会给萧远送去。 还说,阿远没钱买水果吃,可我们家也没钱买水果吃。 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,全都是被她送出去的。 因为我不肯把学费让出来给萧远。 我爸也没有站在她那边,我妈生气,饭都不做了。 那更好,我爸一年其实不少赚钱,但我们家每天都吃糠燕菜。 买点好东西,我妈都会藏起来,不是给萧远送去,就是给村里那些好吃懒做的人送去。 她才不管那些人,就是因为好吃懒做才吃不起饭的。 傍晚,我凭着前世的记忆,把我妈藏起来的好吃的都翻了出来。 等我爸一从地里回来,我就把饭菜摆上桌子。 我妈出来吓了一跳,奸细的嗓音质问我。 你从哪弄的? 我无辜地说道,这些都是咱家的呀。 我妈气疯了,这些都是要给阿远和小游子送去的。 他们一个没爹没娘,一个都老大不小了连个媳妇都没有,饭都快吃不上了。 赵念,你吃这些的时候,心里不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吗? 他这话说得真彪。 我夹起一筷子鸡蛋放到我爸带尖的大米饭上。 爸,你多吃点,然后拿走我妈的饭碗。 我妈一愣,你干什么? 还不让我吃饭了? 我笑了笑,妈,你吃这些会愧疚的,到时候得了胃病就不好了,你就吃点咸菜吧。 我把那盘咸菜又往它面前推了推,要是咸的话就喝点水。 多喝水就饱了,我爸看了看我,眼神里带着探究。 我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似的,问我妈,妈,你平时跟我和我爸吃的东西都一样,怎么你那么胖? 我爸从来不让我妈干重活,不管田里的活多虫多累,她都自己默默干着。 我妈只要每天把饭做好就行了,地不用它扫,衣服也不用它洗,把它养得又白又胖。 而我爸却正好相反。 我继续给我爸加菜,爸,看你瘦的,你得好好补补。 我也得补一补,我也加了一块鸡蛋放到我的碗里,然后跟我妈说,妈,你快吃啊,水都给你倒好了。 我妈咽了口口水,放下筷子,跟我爸说,老三,我听他们说,县城里下来收血,县血还有钱拿呢? 既然念念,我知道我妈要说什么,连忙打断她的话,妈,那你去吧。 县血是做善事,我和爸都不会拦着你的,我爸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,我连忙给他加菜。 我妈醋了醋眉,我是说,行了妈,你县血可不能吃这些,容易产生毒素,你快去歇息养血吧。 我爸,我起身扶起我妈,往她和我爸那屋走。 等我回去吃饭,我爸看了我好几眼,我变得太突然,他觉得奇怪很正常。 爸,你别看我了,快吃,多吃点。 我爸笑了笑,你也多吃点,我们妇女俩美美地饱餐一顿。 前世,一直到离开这个家,我才吃到了一顿饱饭。 在外面打工那几年,每次工资刚到手,就让我妈拿走了。 后来,她直接把我的工资卡拿走了,每个月只留给我五十块钱。 她说,你现在在肠子里吃肠子里住,花什么钱? 那些钱,那些钱自然都被她分给那些她认为的可怜人手里了。 肖远是最大的受益者。 而肖远花着我和我爸的钱上大学,最后却对我拳打脚踢。 我不会只报复我妈的,我妈晚上饿得不行,偷偷出来找吃的。 她以为我睡着了,其实我都听到了。 那一桌子菜都被我和我爸吃光了。 她什么都没找到,气得小声骂,丧良心的死崽子,一点都没给我留。 早知道我就上桌吃了,饿死我了,我知道饿是什么滋味。 所以现在我还给她两个字,活盖。 第二天果然有车来我们村收血。 我妈看到车子,兴奋地跑到我屋里,念念来收血了。 快去地里喊你爸回来,我心下冷笑。 我喊,我跑出去,拦下那辆车,大声喊。 我妈要献血,然后带着那几个人进院里。 我妈可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大善人,不信你们去打听打听。 我妈完全没料到,下意识就要躲起来。 我进去把她往外拽。 妈,快点啊,你不是最喜欢做善事了吗? 在我赶鸭子上架下。 我妈坐在了车里,她看着那针头,想要退缩。 我在后面按住她的肩膀,跟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说。 我妈说了,她身体好,一下能陷八百毫升呢,前世她也让我爸一次陷八百毫升。 还说,你一个大姥爷们,就该多捐点,甚至还让我也捐四百毫升。 但是,被我爸拦了下来。 照念,我妈坐都坐不住了。 被我又按了下去。 我妈是不是很伟大? 我问那几个人。 那几个人笑着点头。 是啊,没想到你一个农村妇女,竟然有这么大的觉悟。 我妈一听这话,飘了,被针管抽走了八百毫升的血。 那几个医生哪里是正规的,才不管我妈的死活呢,弄到血最重要。 收钱的时候,我妈有些眩晕,反应很慢。 我迅速拿过钱揣进我的兜里。 妈,这钱我先保管。 等我开学了,就把这些钱分给我们班里有需要的同学。 我妈晃晃悠悠地站起来,脸色苍白。 说话都有气无力的。 念念,你,你过来扶着点我,就抽走八百毫升的血而已。 妈,你别装了,我说完蹦着跳着下车回家去了。 这话是他前世跟我爸说过的,现在我还给他。 我妈一路扶着强哥回到家,往那一躺跟一块大白面团子似的。 我上去一把把他拽起来,妈,你怎么还躺下了呢? 过几天,我就要开学了,好多同学每天就只能吃咸菜,你怎么忍心啊? 你也去地里跟我爸一起干活吧。 我妈现在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,声音气若油丝的。 念念,妈真的不行了,我还是没有放过他,折腾了他好一阵子,看着他冷汗淋淋,我才放开他。 我永远都忘不了,上一世,我爸刚捐完八百毫升,就被他逼着去地里干活。 最后,我爸晕倒在地里,还是邻居齐大爷帮忙把我爸背回来的。 齐大爷让我妈好好照顾我爸,我妈却说,他没事,睡一觉就好了,我们家老三身体可好了,还让我送齐大爷出门。 走到大门口,齐大爷才叹息着摇了摇头,跟我说,念念啊,你妈对谁都好,怎么对你爸那么,她没继续往下说。 中午,我又坐了一桌子好吃的,等我爸回来。 我爸回来,见我妈躺在炕上一动不动,脸色惨白,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献血车来的时候,用大喇叭含有长献血,估计她在地里听到了。 吃饭的时候,我爸拿来一个空碗,一看就是要给我妈留些菜。 爸,你吃你的,别管了,我爸叹了口气,念念,她是你妈,我忍着眼眶的酸涩,我不拉她去卖血,她就会让你去,爸你身体不好,扛不住的,我爸明明才四十岁,整个人又黑又瘦,看上去跟个小老头似的。 爸,你多吃点,我爸看着我,眼圈也湿润了。 我怎么不知道,其实这么多年来,她也有委屈,可她一直觉得我妈跟了她才是最委屈的那个,做人有时候真的不能太老实。 我用我妈卖血的钱去集市上,给我爸买了很多吃的,藏起来。 不过,我妈现在也没力气找了。 捐一次血,她在炕上躺了三天,动不动就叫我,念念,给妈倒点水,念念,给妈盛点饭,都被我用她前世说过的话兑回去了。 不就捐了八百毫升的血吗?死不了,你起来动一动就好了,村里的人知道我妈一下捐那么多血,好多人都来看她,却在背地里说她飙,缺心眼。 小远也来了,我看着这个把我家暴致死,一失两命的男人,恨得浑身发颤。 她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,我听说葵花婶起步来看了,给她买了点吃的,我接过来,给我爸,打开一看,就几块饼干,最便宜的那种。 小远并不着急进去看我妈,而是十分愧疚地对我说,念念,我能继续上学,多亏了你和葵花婶。 你也别太难过了,葵花婶说得也对,你是女孩子,读那么多书没用的,我在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,面上装作惊讶。 你能继续上学,跟我有什么关系?我马上也要开学了。 还是会继续念书的,肖远一惊,你还继续上学,那我的学费呢,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,还她的学费。 我怎么知道你学费哪去了,肖远脸色变得十分难看,是葵花婶说的,把你念书的钱给我交学费,我的学费都是我爸挣的,跟我妈没关系,她要供你上学, 你就让她出去多干点活什么的。我接着说,或者让她多卖点血,肖远又盯着我看了一会,进屋去看我妈了。 我在外面听到我妈虚弱的声音说,阿远你放心,我一定把念念的学费给你送去,死不悔改。 肖远说,我看照念是不会把钱拿出来了,葵花婶,要不你再捐点血吧。 肖远走后,我也劝我妈,你要是不捐血,肖远就上不起学了。 妈,咱们做人不能那么自私,我妈气得有了点力气,做了起来,咱俩到底谁自私? 你明明有钱,为什么就是不肯给阿远? 阿远要是没钱上学,这辈子就完了,你心里就能过得去吗? 对啊,妈,所以你也别歇着了,我把她从炕上拽下来,快点去地里干活,等下次来收血你再捐点,肖远的学费你肯定能凑出来的。 妈,你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,我现在就去跟村长说,让她广播你的事迹,说完我就松开她往外跑。 我妈在后面焦急地喊着我的名字,让我别去,她自然是追不上我的。 村长听了我的话并不意外。 你妈的为人大家都知道,是个大好人啊,然后就在村里的广播说,把我妈捐血给肖远筹学费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我回家的一路上,村里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。 我还听到有人说,葵花这是还没放下肖长海呢,肖远该不会是葵花的孩子吧,就算不是她的孩子,就她那个彪样还能不管咋地。 哈哈,肖远也不懂事,虽然没爹没娘,可她都多大了,一点活都不干,整天指望村里的人救济她,看到我,几个人立刻笑脸相迎。 念念啊,你妈又做大好事了,我十分骄傲地点头,跑回家告诉我妈。 妈,妈,村里人现在都在讨论你的善举呢,我已经联系收血站了,过两天他们就来,我妈本就苍白的脸色这回都发青了。 我这还没养好呢,你多动动,活血,我把我爸换下来的脏衣服塞给他,把这几件衣服洗了,保准你神清气爽。 我又接着说,对了妈,肖远刚才来的时候给你带了几块饼干,我知道你舍不得吃,就收起来了哈,我妈手一松,怀里的衣服都掉了。 她眼泪喊眼圈,念念,我可是你妈呀,你不是经常跟我说,做人不能自私吗? 所以,你不仅仅是我妈,你也是肖远的妈,是所有贫苦人的妈,我想通了,愿意让我妈多付出点,妈你放心,我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心疼你了。 说着我还摇了摇头,一副自责的语气,我以前真是太自私了,竟然连自己的妈都舍不得牺牲,我又把地上的衣服捡起来,快去洗吧,做人就得劳动。 这是你告诉我的呀,收血的车三天后又来了。 我妈的身体在我这几天的折磨下,没怎么恢复好,她现在属于虚胖,一点劲儿都没有,被我驾着上了现学车。 我妈坐在那个凳子上跟被针扎了似的,被我一把按住,妈,村长可都在广播里歌颂你的伟大事迹了,现在不光村里知道了,乡里县里都知道了,县电视台还要来采访你呢。 好几十万双眼睛盯着你,你该不会是要打退堂鼓吧? 妈,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? 在我的连环攻击下,我妈又被抽了四百毫升的血,这一次直接倒在了车上,收钱的人又是我,收血的人有些看不下去了,小姑娘,她真是你妈妈,我用力点头,一脸骄傲。 当然,你去问问就知道,我妈就是做好人好事的大善人李奎华。 她为了邻居的孩子能上学,要把我的学费送去给人家孩子上学,让自己女儿辍学。 我爸辛辛苦苦干活挣的钱,她都分给村里那些不干活没钱花的懒汉了,还要把贪在炕上不能动弹,儿女都不管得父爷爷接回我们家呢。 我妈说了,反正我也不上学了,就再家召顾父爷爷吧,听到这些话,那几个人都叹为观止了。 我转身下车的时候,听到他们小声笑着讨论,这是后妈吧,分明是傻逼。 我想告诉他们,我妈才不傻呢,她天天食指不沾阳春水,把自己养得细皮嫩肉的,村里所有的女人都没她幸福轻快。 就算做善事,吃苦的也是我和我爸,名声都让她想去了。 他们把我妈抬进家里就走了,我端了一盆水过来,直接泼到她的脸上。 我妈醒了,好半嗓才反应过来,赵念,你干什么,前世我有一次发烧严重,都昏厥了。 她为了省钱不送我去镇上的诊所,也不给我吃药。 那个时候是大冬天,她把我丢在外面的雪地里,说是雾里降温。 那一次我差点死了,后来我是听齐大爷说的,我爸那一次生了很大的气,第一次把我妈骂了,抱着我把我送到镇上医生的家里。 现在没有冷到刺骨的凉水,算是便宜她了。 我笑着说,妈你醒了,真是太好了,我这就去给你做饭,我妈的脸色这才好点,从地上爬起来,上炕去,又倒下了。 我往锅里添了很多水,只放了一小把小米。 做出来的小米粥吸汤寡水的,跟直接喝水差不多,然后我盛了一碗,又把我妈弄醒。 我妈像是只剩下半条命的样子,虽然不悦,但连吼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我把周碗放到她手里,妈,多吃点,补充营养和体力,她用勺子盛上来的都是米汤。 这怎么吃啊,之前我和我爸生病,你就让我们吃这个,我们的病都好了呀,我推了推她手里的碗,妈你快吃啊,我要去学习了,没事你就别叫我了呀,说完我就走了。 全然忽略我妈有气无力,喊我的声音。 开学的前一天,萧远又来找我了。 念念,葵花婶捐血的钱呢?我上下扫了萧远一圈,你也要捐血呀。 我有收血站的电话,你要捐我可以打电话让他们来,萧远有些急了,葵花婶都说了,让你退学,把学费给我,大言不惨,臭不要脸。 你要是没钱上学,那就别上了,我看你也是不想上学,要不然一个寒假加上这个五一,你早就把学费赚出来了。 再说了,我学习成绩比你好,学校也不同意我辍学呀,萧远张了张嘴,却说不出什么来,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 但我知道,她是绝对不会这么放弃的。 她这个人有的是手段,要不然后来也不会自己开公司,赚那么多钱。 我妈还在炕上躺着呢,她后续又捐了几次血,那些针头都不干净,和前世的我爸一样,我妈也染病了,这几天一直发高烧,我也不给她吃药,不送她去看医生,她一喊我就拿凉水泼她。 至于我爸,她一直在地里干活,并不知道这些事情,我告诉她我会给我妈吃药的。 这才几天的功夫,我妈已经从原来的白白胖胖,变得面黄肌瘦了。 萧远回家煮了几个土豆给我妈送过来。 我妈大口大口吃着,边吃边哭,阿远,葵花婶没白疼你,我在屋外听着,冷笑。 真是贱骨头。 我爸好吃好喝供着她,活也不让她干,她从来没说过这话,更别提掉泪了。 还反过来剥削压榨我爸。 萧远看我妈吃完了才说,葵花婶,明天我就要开学了,下个月就要高考了,学费再拿不出来,大学我就读不了了。 葵花婶,要不然你去县里找个工作,赚点钱吧。 我妈声音虽然虚弱,语气却很坚定,你放心,婶绝对供你上这个大学。 念念那不着急,还有一段时间,等过段时间,她放松警惕了,我就把钱偷出来给你送过去,我的钱早就被我存在银行卡里了。 我回到屋里继续学习,同时也想着如何才能让萧远也得到应有的报应。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,我就被老师叫进办公室了。 老师告诉我,省级评选出来的优秀学生名单出来了,我在里面,也就意味着,我可以直接被保送大学了。 听到这话,我哭了出来。 上一试,老师劝我不要辍学,让我等着省级评选的结果。 可我被我妈洗脑得厉害,坚持要退学,老师也对我很失望。 后来我出去打工,做了一段时间的保洁。 评选结果出来了,名单上依旧有我。 是两年之后,我回老家去县里办事,看到老师,他告诉我的。 如今,我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好消息,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。 我和老师请假,回家直奔地里找我爸。 爸,我被保送了,我爸有黑的脸裂开,笑得那叫一个开心,一口大白牙都露出来了。 我跟我爸商量,爸,这件事你先别告诉我妈。 我爸自然知道我妈的性格,他点头。 但我妈还是知道了,村里的高中生回来说的,这件事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。 大家虽然嫉妒,但面上还是恭喜我。 我妈却握住我的手,直接给我跪下来了。 念念,妈求你了,你把这个名额让给阿远吧。 这是前世没有发生过的事情,我压不住心底的火,一把甩开我妈的手。 你做梦,我妈失望的眼神像是钉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。 她站起来就往外走,然后把萧远带来了。 阿远,你给念念跪下。 念念一定会把宝宋名额让给你的,相远站得直直的。 照念,葵花婶都这么说了,你还是不肯让出来吗? 你怎么这么不笑? 这两个人前世毁了我一辈子。 这一刻,我恨不得他们两个一起去死。 我爸这个时候回来了。 看到这一幕,我爸在老实的人也怒了。 他拿着锄头就要去打萧远。 从我家里滚出去,以后你再敢踏进我们家院子里一步。 我打断你的狗腿,老三,你干什么? 我妈大喊着上去阻拦我爸。 被我爸一把推开。 他坐在地上,哭着大骂, 我李葵花怎么会嫁给你这种狼心狗肺冷血无情的畜生。 照念就随了你们老赵家的歌了。 一个老畜生,一个小畜生,我爸爸肖远赶走,大不回来。 他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力气。 我妈瞬间晋升了,坐在地上掉眼泪,警惕地看着我爸。 我爸气得脸都快皱到一起了,你要是再提这件事,就给我滚,就因为我爸不肯让我让出学费和保送名额。 我妈到处说我爸坏话,连带着我也成了他口中一点良心都没有的冷血人了。 趁我爸去地里干活,我妈把老光棍儿游子带来了。 念念,你游子叔都快四十了,还找不到媳妇。 这样吧,你别上学了,给你游子叔当媳妇吧。 等你和你游子叔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。 咱们女人生了孩子才算完整,我听得毛骨悚然。 前世她让我嫁给萧远,最后害死了我。 这辈子她竟然让我嫁给和我爸差不多年纪的老光棍, 她是想让我生不如死。 游子看我的眼神在发光,猛咽口水。 你俩聊一会,妈出去做饭,我妈说完快不出去。 我听到她在外面把门锁上的声音,遍体声寒。 念念,给游子叔当老婆吧,游子说着就把我按在炕上。 我疯了一般哭喊挣扎,害怕又愤怒让我充满了力量。 可依旧不是游子的对手。 我双手乱抓,抓起细细的东西,用力插到了游子的肩膀上。 啊,游子一声惨叫。 我用力把她推到地上。 原来我插在她肩上的是一支钢笔。 游子肩上渗出好多血。 我起身爬上窗子出去,去地里找我爸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 好不容易把事情都跟我爸说清楚了。 我爸气得要杀人,撂下锄头就往家赶。 我怕我爸真弄出人命,抹了眼泪追上去。 回到家,我妈正在给游子处理伤口。 看到我爸,他指着我一顿告状, 这就是你们老赵家的好孩子。 你看他给,我爸抬手就是一巴掌,狠狠扇在了我妈的脸上。 我妈都被打猛了。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,哭着让我爸去死,还骂我奶。 我爸又踹了他好几脚,指着门口,你给我滚。 又把游子狠狠揍了一顿。 之后,我爸问我,念念,如果爸爸带你去报警,你肯吗? 我用力点头,我不怕,村子里人嘴咸化毒。 这件事要是传扬出去,就算我没被游子怎么样, 到他们嘴里也都变味儿了。 我坚持报警。 警察来了先是调解,后来我爸都挤眼了,他们才把游子带走。 我扑进我爸怀里,这才放声大哭。 我爸原本都决定把我妈赶走的,可我妈血液感染,反反复复地发烧, 这回又倒下去了。 我爸虽然留下他,但也不管他了,让他自生自灭。 肖远也知道我差点被游子强了的事情,过来跟我说, 赵念,你现在的名声已经臭了,大学是不会要你这样的学生的, 你赶紧把名额和钱给我吧,留在你手里也没用。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,扇在肖远的脸上。 肖远脸色猙獰,要还手。 你敢打我,我扬着脖子,你今天敢动我一根头发。 我爸饶不了你,前世我也觉得肖远挺可怜的。 没爹没娘,我都尽量不在他面前提起这些。 可都现在了我还为他考虑什么? 我刺激不死他。 肖远,你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,就该夹起尾巴做人。 别想想那些你够不到的东西了,你没钱上学,考不上好大学,就出去打工吧。 肖远是害怕我爸的,自然不敢动我了。 我决然地告诉他,想让我把保送名额让给你,那你就弄死我。 但这辈子一切都将改变,我不再是那个被他家暴而死的照念了。 肖远看了看我,不知道在想什么,转身走了。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前世我和他过了好几年,自然了解他的为人。 为了达到目的,他可以不择手段。 所以我才说出刚才那句话,肖远一定会有所行动的。 他最好把事情闹得大一点,这样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。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我爸。 不行,我爸气急了,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有这么危险的想法? 万一真出事了怎么办? 我握住我爸的胳膊安抚他,我会小心的,这几天你也别干活了。 在暗中观察,爸你保护我,我肯定不会出事的。 我爸还是不同意,但架不住我软磨硬泡。 我继续说,爸,只要有我妈和肖远,咱家这辈子都别想消停。 我爸沉思了良久,点头了。 这几天他依旧早出晚归,只做出去地理干活的假象。 我因为被保送了,所以跟学校申请不去上课,在家里复习。 况且我也不用参加高考,肖远是等周末才回来的。 和我对他的了解一样,他准备对我动手了。 这天早晨,我爸扛着锄头出去没多久,我妈就来找我。 这段时间,他身体很不好,再加上营养没跟上去,整个人抱受到脱象。 眼睛都扣进去了,整张脸像骷髅一样。 他兴高采烈地跟我说, 念念,城里人都爱吃咱们山上的野菜, 妈,带你去挖野菜卖钱, 这样等你上大学了,手里就更宽裕一点了。 好啊,我欣然答应。 心里却有些疑惑。 我妈为什么突然这么好了,竟然带我赚钱? 难道是,我想到了什么,心底的含义密密麻麻变不全身。 换了身衣服,我就跟我妈上山去了。 我知道,我爸就跟在后面。 为了保险起见,我爸还找了别人和他一起。 一路上我都大声跟我妈说话,或者唱歌, 不让我妈听到我爸的脚步声。 他身体虚弱,各项感官都不好,也听不到。 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来。 当我看到骁远的时候,心底的猜测成了真。 那一刻我有些尚不来气。 我是他肚子里出来的,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 骁远露出狠厉的神色。 照念,这是你自找的,别怪我。 但他自己不动手,催促我妈。 葵花婶,快杀了他。 我妈哭了。 念念,你就别上大学了,妈不想对你动手。 我麻木地看了他一眼,朝骁远而去。 要么你就杀了我,否则你别想让我把名额让给你。 我继续刺激他,骂他没爹没娘,是没人要的野种。 骁远双眼心红,一把抢走我妈手里的刀。 葵花婶,你还愣着干什么? 帮我按住他,我妈哭着上来,要按住我。 骁远举起了菜刀。 我爸大骂了一嗓子,冲出来。 骁远傻了,手里的菜刀都被我爸抢走了,才反应过来。 可他的力气,到底没有常年干活的我爸大,很快就被我爸打趴下了。 老三,我妈上去扯我爸,也被我爸狠狠揍了一顿。 我爸抱住我的身子都是颤抖的,生怕我出事。 骁大爷带着一群人冲过来,是我爸让他们来的。 之后我们报了警,警察来到现场取了证,把我们都带到派出所。 证据确凿,骁远是蓄意杀人未遂。 我妈是她的帮凶。 知道前因后果之后,警察都要气死了。 你还是亲妈妈? 哪有你这么对待自己孩子的? 我妈傻了,眼泪速速往下掉。 我只是想让她把名额和学费让出来,我没想真的杀死她,可她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了。 蹲大狱去吧。 这一个暑假我都很忙,终于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,我妈和骁远的案子判下来了。 骁远因为蓄意谋杀未遂,被判了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。 因为我没受伤,我妈是帮凶,也被判了一年零七个月。 她现在的情况,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服完一年零七个月的刑期。 他们被押送监狱的那天,我并没有多开心。 害我的人是我亲妈呀。 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,走,爸带你去吃好吃的,我看着我爸最近胖了点的脸,心情这才好。 吃完饭,我爸又带我去买了几身新衣服。 他自己也买了一套新衣服,就穿着这套新衣服送我去的大学。 那天我爸别提有多开心了,爸连初中都没念完,我女儿被保送清北,上天带我不薄,是上天带我不薄,给了我这么好的爸爸,也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 我握住我爸的手,我们两个迎着灿烂的阳光,一起走进了清北大学。